大家好 我是大伟 颈椎不好 脑袋遭殃 咱们颈椎不好的朋友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头里面总是感觉发闷发胀 而且时常会感觉晕晕乎乎的 今天我要教你一个起法 这个起法只要你跟着这个视频做上一遍 你会明显的感觉你的脖子活动起来变轻松了 而且脑袋里面也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 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 所以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 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帮助更多人 好的 我们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咱们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记住一句口诀 这个动作就会做了 叫做先拍老门后脸睛 我把这个口诀演化成动作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先拍老门非常简单 我们手伸出来 用手掌的上半区域 我手画圈的地方 去轻轻的击打我们的老门 就这样 速度不用快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打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清脆的 我们做一个100下到200下 每天轻轻的拍的 不要用镜 打出来这种脆脆的声音 不能说你打出来 这个声音发闷 不行 所以我们轻轻的去做 100下到200下 做完以后 做的时候眼睛闭起来 你做完以后 眼睛一睁 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 什么事呢 就是你感觉你的眼睛的近光量 是一下子明显的增加 而且你会感觉你活动一下 你的头脑你会感觉你的头部非常的轻松 好了 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 后面一个重点紧接着来了 后撵筋 撵的是哪根筋 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把手 你看像我这样 做成这个动作 放在我们风池风斧的中间 具体是哪里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位置 这条线 大家看到没有 这条线 我手指的位置 好了 我们把手就这样放上去 放在这条线上面 然后呢 我们去低头 来回的低头 先找点 我们把头往下低 低下去以后 你能明显的感觉 有一根筋啊 藏在深处 突然随着你的低头啊 它跳出来了 正好顶在你的手指上面 你们去感受一下 头往下低 没有的话 你就把头低得再深一些 感觉到这根筋啊 它一下子蹦出来了 好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根筋 低头的姿势不要变啊 它让它完全的暴露出来 然后我们的手啊 就什么呢 脸啊 左右的脸 从后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们找到这个筋啊 把头往下低 好 我的这根筋 在此时 这个角度啊 已经完全的跳出来了 那么此时呢 我的手 左右的去脸它 很多朋友啊 一脸这个筋啊 发现这个筋又僵又硬 而且呢 就感觉这个筋啊 还酸溜溜的啊 其实都是正常的啊 我们就这样 左右反复啊 做五十下啊 做的时候啊 一定要轻轻的啊 轻轻的啊 不用过于用劲啊 也不要过于速度过快 轻轻的左右 有节奏的这样去脸动 啊 就这样 反复的去脸动 啊 感觉这根筋啊 它发出这种酸酸的信号啊 我们数一下五十下 好 把这根筋给捏松了以后 这个时候呢 你把头啊 抬起来 左右活动一下 啊 睁开眼睛感受一下 你会发现你的脖子啊 就仿佛没有一样那么轻松 而且呢 头脑里面啊 感觉空荡荡的啊 就感觉被放空了 非常的舒服 其实这个动作啊 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大家只要记住了这个口诀 也就掌握了这个动作的精髓 像很多颈子不好的朋友们 包括这个头里面啊 总是感觉发闷发胀 头脑里面感觉昏昏沉沉的 每天就把这个动作做一遍啊 它的好处 你做完以后啊 自己就知道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 我建议大家把它收藏起来 同时没有关注的 记得关注我一波 我是大尾 在别人那里 可能是不传之秘 在我这里 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